哈囉大家好,歡迎來到YA Diary 眼前這位仁兄呢,他與刺繡經歷了一番廝殺尚未回過神來 沒有錯喔,是不是真的完全貫徹著防疫宅家動手作的精神啊 從疫情三級警戒降到二級這段時間,我還是在家裡面拼命的動手作 雖然說降到二級沒錯,但人幾人地方還是先不要 依舊在家找點樂子會比較安全喔 所以我就上網找到像這樣子的刺繡材料包 感覺這些圖案好像很可愛,應該難度也不會太高吧 所以我就買了幾款回來試試看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些材料包裡面有什麼吧 這兩包分別是范骨還有珍珠女孩 那很明顯就是在致敬范骨的自畫像 還有維美爾的帶珍珠耳環的少女呢 而網站上的產品標語還寫著 一起喝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甜甜的奶茶還有甜甜蜜 你看這是不是很適合在七夕的時候送給情人當前的禮物呢 但我個人不喜歡喝奶茶 我不喜歡珍珠啊 那我們就是來看一下女孩的材料包 這裡有鑰匙扣閃亮亮的 還有禮物盒 那這邊是繡線 我覺得這一種用孔洞板來區隔繡線顏色的方式啊 它蠻聰明的 看起來也頗整齊 那希望我可以維持它這一份整齊 那再來是這個印度圖像的固織布 我們全部的刺繡工程就會在這個上面進行 好,那我們就先從這位姑娘開始動工啦 那建議各位在刺錯的時候啊 可以先看他們官網的教學影片 可以縫得更整齊漂亮 好,各位我縫了一些發現啦 我這邊雖然說方向是一致的 但是中間它沒有沒關係 所以它這臉看起來不好看 好,我決定要在這邊斷後 全部就拆掉重來 雖然是很痛苦啦 但是看這一種不完美的樣子啊 我顧不去 好,拆完囉 我們馬上整妝重新再來一次 我們馬上整妝重新再來一次 好,拆完囉 好那其实这一次大部分是使用断面秀的方式 有一些地方会使用到回真秀 不同部分的秀法可能会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在刺秀的时候要特别的注意 我终于完工了 就真的不太容易呢 这个工比想象的还要细很多 还以为本来可以猛猛搭轻松缝完 没有错 比方让你看它的珍珠耳环和它的光影部分都有不同颜色区隔 对不对 我几度想放弃它 如果是我的话可能就硬要放弃吧 但成品看起来真的很不错 看起来是做工蛮优秀的一副作品 我觉得它真的还蛮适合送礼的 如果你没有时间压力的话 这样子慢慢的去刺秀弄起来 它是可以消磨蛮多的时间 那接下来呢另外一包是范骨 好那我们有了维梅尔的戴珍珠耳环的少女的猪的这个经验呢 我相信我们的范骨可以做得很对手 那基本上前面的步骤 都没有什么问题 它就是和珍珠耳环少女猪一样啊 是一段面秀 还有回真秀的组成 你看它连耳朵包扎的纱布都有耶 它设计还蛮细腻的啊 好我们到最后部分哦 这个是帽子 这里要使用的是结理袖 那它弄出来就会是像这样子可爱的小球 很立体又很可爱 好我们就用这个方式把它整颗头都填满 好的各位我两只都已经完工了 真的是非常可爱但是也花了很可观的时间呢 没有错 我本来呢是希望可以在疫情三起警戒的这段期间把这支影片PO出来 也就是说我想在那之前就先把它们做好 可是 不过其实啊看这些名作被设计成这么可爱的刺绣作品 其实还是蛮疗愈的吧 虽然说我的做工没有那么细致 毕竟是第一次体验嘛 但是它这个成品哦 我个人已经觉得很满意了 说实在我个人也是觉得蛮不错的 因为我们有参与 谢谢你哦 对我来说这种东西太难了 所以我觉得你做的挺好的 谢谢你 谢谢你的鼓励 我们继续加油的 真的是非常正面的我们 对 好但是呢 重点来了 但其实啊花最多时间呢 不是就两个小可爱 是我们的第三包材料包 它才是追上的大魔王啊 好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它吧 它是守望平安 这一个守望平安的双面秀作品啊 是某天有位同事 他po了连结给我 所以我就兴冲冲的买回来 你本来大概以为 可以像古代的大家闺秀一样 优雅又快速的刺出一些什么 精湛的作品吧 结果啊这个超难的 网站上它标语写什么 每天两小时三天就可以完成 我觉得这其中肯定有什么误会 我想是每个人的体感时间 可能有点不一样吧 这个不太一样 好我们来看一下材料包有什么 好材料包里面有一块 袖布 还有这个袖绷 花形的边框 以及流苏绳子这一些配件 还有袖针 以及我们会使用到的袖线 好我们马上来开工 在刺绳之前呢 我们先把这个袖固啊固定到袖绷上面 弄平整一点 教授影片这边很酷哦 这种两边都可以看得到完整图案的双面瘦啊 它原来是 袖线不用打结 要留一点点底 这样直接穿过去 那一样啊是方向一致的断面瘦方式 顺着瘦过去这样 好那大家可以看到啊 我前面几朵花还有没有掌握到的绝窍 所以看起来 封的 真的是有点凸起感 不太敷帖也太3D了 还没有抓到手感 不过后面这几朵应该是有稍微好一点 吧 好我们大致上的图案完成了 现在是要使用 维珍秀来处理字的部分 还好你选择的是写平安耶 对啊如果我选什么福寿的话 那笔画太多了 我们可以觉得原地崩溃 OK 图案完成了 不过接下来我们还有工程要进行哦 第一个大工程是包边 好我们用这个花形的边框 把位置放好 先大致缝一圈把它固定 再来我们拿出蓝色的线 开始绕吧 我们完成了看一下 这是我们第一次体验像这样子的练习 所以没有很完美啦 但其实该有的都有 准齐度也很不错啊 算是个假装猩猩的体验了吧 对啊你看像他这个花呀月呀兔子呀文字 该有的都有也都没有漏掉或是弄破 好啦完整度来讲我自己个人算是可以接受了啦 那你自己觉得这一次刺绣的体验整体来说如何呢 我觉得经历过这一次的手作体验之后啊 我很敬佩古代的那些绣娘 还有到现在一直持续的努力创作刺绣艺术品的艺术师们 真的太可惜了 果然每一种技术都有非常值得让人尊敬的地方 我们也感谢这次辛苦挑战自我的A 本次的刺绣挑战成功 各位我终于完工了 这真的不太容易呢 这个工笔想像的还要细很多 我还以为本来就是可以淋淋搭 我刚刚完工的时候它是露白色对面的对面 不是喔 好的 再一次 各位 各位我终于完工啦 这真的不太 我还没有加入刺绣界 我就要应退 这还没有加入了 对 这样也可以吗 这样我们会接受吗 还是其实没有人 Nobody Nobody care Nobody nobody care 防疫宅家动手作 以上就是本次的手作新挑战 刺绣啊真的是一门很考验 耐心和细心的工作脑 宅在家也不要无趣的度过啊 把手作小屋一起做起来吧 如果你有任何的新展一把 也欢迎留言告诉我们喔 也别忘记follow我们的ag 好 大家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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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